大家好 歡迎收看《真正有詞》 您好 歡迎收看《真正有詞》 你知道在你人心最脆弱的時候 最低潮的時候 什麼是最有力的一個力量嗎 親人也許是 感情也許是 但是宗教一定是 最重要的一股力量 OK 包括在我們的節目裡面的訪問 你可以看到有很多人在他最低潮的時候 都是宗教的力量帶著他走出來 好 那自古來宗教就是這個樣 宗教它有一股神秘的一個力量 但是不可諱言 那也常常你在媒體上會看到 因為宗教引起大家各方討論的一些爭議 那講到這你就知道 因為最近因為 一人宋利民他的一個教會的一些的內容 引起大家各方一些的討論 裡面有非常多讓大家在這裡面看到一些 譬如說有沒有奉獻的一些的問題 譬如說有沒有對教友在交友方面的一些的問題 那很多的這些到底是真是假 為什麼會出現像這樣的一些事情 甚或連這兩天 你看到連黃國人跳出來講說 沒有沒有沒有那個不是一個教會 那是一個協會 協會的意思就是法人 就是大家人組成的一個團體而已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好 那今天在節目現場 問你要請到一些特別來賓 我相信大家都有一些宗教的一些的信仰 不管你是佛教 道教 天主教 基督教 悔教 任何一種宗教 那透過今天這樣一些討論 看看最近到底發生了一些什麼樣的事情 或是還有哪一些你不知道的事情 真相又是什麼呢 好 那一開始為你介紹 今天要請到的特別來賓 桌子邊第一位 資深梅田 許聖梅 大家好 接著為你邀請到的是藝人 拜拜 五哥好 大家好 諮商信仪師 吳佩穎 五哥好 大家好 律師 劉瑋婷 五哥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那今天邀請的所有來賓 在這裡頭 我先告訴所有的觀眾朋友 今天所有的來賓 我希望大家你知道的 全部都可以講出來 第一個 今天所有的內容 沒有去詆毀任何一個宗教 OK 沒有詆毀任何一個教會 也沒有詆毀任何一個個人 可是社會上出現的這一些事情 你看到今天有這個狀況 明天會不會還是有 你在這個地方看到 在另外一個地方是不是也會有 而這些到底它背後的真相 又是什麼呢 我不知道也許惦記前面的觀眾朋友 您自個也許 您也有你自己的一些信仰 你看到媒體上所報導 說從 宋一鳴他們這整個過程當中 所出現的事情 你又是什麼樣一些的想法 那包括今天的來賓裡面 我跟聖美兩個人 應該是對於這一次 整個事情裡面的人 大概都是最熟的 從 宋一鳴 陳文林 然後你說小甜甜 阿斌 然後小可 所有這些大家都太熟了 所以看到這事情出來的時候 聖美一開始看到會不會覺得 嚇一跳 有一點 對不對 會覺得怎麼會發生 這麼大的事情 風波這麼大 OK 好 那包括像白白 白白也有參加過 其他一些的教會 那是不是也碰過 類似像一些事情 自己當時面臨到的時候 是什麼樣一些的感覺 這些我相信 都是這整件事 大家最想知道的事情 好 聖美 這整件事情的來龍全脈 可不可以先跟大家講一下 他的來龍全脈是因為 宋一鳴跟陳維林 他們有一個 一起發光促進協會 那一般就簡稱 他們就是一個教會 那這個教會 他們籌備了一個電視劇 那這是好事 很多的藝人 都有參與這個電視劇演出 他們在前一陣子 就開了一個記者會 小甜甜是這個戲劇裡面 其中一個演員 根據他們的 當時的說法是說 因為很多記者會問問題 問的時候 可能就問了小甜甜 凱樂的事情 小甜甜也回答了 於是就有新聞媒體報導說 宋一鳴他就覺得說 你這樣我們活腳點 我們應該談是這部劇 不是去談論其他的人 那後來就發生 小甜甜就離開了這個戲劇 也離開這個教會 於是大家就會說 為什麼突然小甜甜 離開了這個戲劇跟教會呢 於是一起發光協會 他就發了一個聲明 所有事件都在這個聲明裡面 因為其中一句話呢 說壞 我必須說說壞了 用字潛詞不對 為什麼呢 這整個台灣一起發光 促進協會的一個聲明書 其中有一句話就提到說 因為小甜甜 私生活有極大的生命狀況 第一 你這個不通順 第二 他的私生活有什麼問題 不應該透過協會的一個聲明書 發出來 這的確不妥當 於是這個事件就不斷地發向 是因為包括藝人金剛也好 還有其他很多藝人都說 怎麼現在教會是在檢視藝人的私生活 你光是這一點大家就會害怕 任何宗教都不應該在公眾的平台 去討論某一個人的私生活 那這件事情發酵到現在當下 小甜甜也發生了 他有講 他就說對於這個演藝圈的前輩 說我的私生活有極大的問題 那我就想知道問題在哪裡 問題是什麼 我不希望你們道歉 你給我一個真相 你講嘛 我的問題 我的生活有什麼問題 這是小甜甜最新的一個發的聲明 那接下來呢 因為曾經參加過一起發光 這個組織的王瑞玲 他就提到 他就提到說 他其實兩年前離開了 那之前是因為 有一次搭高鐵的時候 就跟一鳴跟維林 他們大概就是有聊了一下 他就加入這個協會 王瑞玲的說法是 其實一開始大家都分享生活日常 我覺得這也很正常 我們會分享心事啊 家庭啊 小孩啊 事業 他說可是有一次 是2021年4月12號 發生什麼事呢 那一天 泰魯閣的這個火車翻 就是出軌以外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新聞事件 那你記不記得 在這個新聞事件的同一時間 我到現在印象深刻 一起發光 這些藝人 也有一個新聞 那個新聞當時是說 不得了 我們本來去花蓮 就是要搭這一班太魯閣號 可是當時因為好像是車票的問題或什麼 所以後來就決定搭遊覽車 這是2021年其中一個新聞 可是王瑞玲就戳破了這個假象 他說我告訴你們 從頭到尾都不是這樣 他說他們整個去演唱會所有的教友都是要搭遊覽車 所以從來都沒有說要搭泰魯閣號 是搭車到這個中途經過泰魯閣號出事地點 因為車翻了嘛 現場也有管制 所以車的行徑比較慢 所以王瑞玲 因為基於媒體人的習慣 他就拍了兩張照片 那他也是當時這個教會組織裡面的幹部 所以他要PO文或做什麼 要透過宋一鳴跟陳維玲 他就跟他們講說 這個照片他PO到這個臉書上 有記者會問 那宋一鳴當下 他竟然要所有去參加演唱會 坐在遊覽車上的這些藝人 都拍照片 然後要PO在網路上 這一PO在網路上 而且告訴大家說 要對外說 我們原先有訂了這個泰魯閣號 後來沒有搭上 所以我們逃過了死神的這個魔掌 你知道任何宗教 我不是特別偏談誰 任何宗教 聽到那種逃過死神 神蹟 我那個我留下來 是有神聖的任務的 是神告訴我你有任務 你會不會特別有感動 你會感動嗎 這件事情你敢不敢動 你感動啊 對不對 怎麼就 會不會就是因為 你這麼虔誠的敬拜神 所以逃過了死神 總之這件事情 王瑞玲覺得怎麼 你怎麼要這樣子做假見證 那王瑞玲有跟宋一鳴有爭執 那宋一鳴就告訴他說 如果我們不這樣子寫 不這樣子說 那大家就不太會來 關注到我們的演唱會 的確那一次他們去花蓮的演唱會 我印象深刻 平常呢 記者不太會去拍公益的 或者是宗教的演唱會 那次演唱會人特別多 很多記者都去報導 因為他們畢竟逃過了死神的魔掌之類 所以王瑞玲就說 你看這個教會 他會做假見證 他會洗腦大家 這是不對的 所以王瑞玲後來離開了 那這整件事情發酵到現在 也有很多人就說 這個教會的確會這樣 為什麼呢 各位 除了這個聲明書之外呢 其實呢 宋一鳴發了第二次的聲明 那這個聲明恐怕 也跟宗教有關啦 我剛才特別問拜拜 就引用了信經 出埃及記 耶和華必為你們真正 你們只管計謀不要做 意思是說 我們用沉默來對抗你們大家 這樣的對我們的不瞭解 可是他發了一起發光 發了這樣一則文章之後呢 包括很多一起發光裡面的 這些藝人 他們就分別的發了很多的文章 比如說我們沒有被洗腦 沒有沒有沒有 好我們都是自動自發的 所以阿Ben就說 你看一起發光 又一起發文 這不就是 底下是我的隱身的解釋 這不就是洗腦嗎 OK 這幾件事後來一路延燒出 非常的多 當然中間包括在過程當中 剛提到的說 那整個是不是類似洗腦式的 包括奉獻的 包括 因為有很多不是屬於 譬如說基督教的朋友 你不知道信仰虔誠之下 每次看到他們在禱告的時候 包括可能會痛哭流涕 或什麼有些人不太理解這些 那當然你說信仰真誠一定就是這樣 可是整件事情 就被大家全部都擺在一起講 OK 那這整件事情裡面 像譬如 白白請問一下 你有參加過其他的一些教會 有 有碰過類似像這樣一些情形 剛講洗腦的這件事 我們先講這件事 這件事 你覺得那過程當中 你自己參加的那一段 在其他教會那段 有類似像這樣一些的情形嗎 當然你參加那個教會 即便有沒有不代表 整體上會是這個樣 可是我知道 因為年輕人像你們這樣子 會喜歡玩遊戲 你說像抓寶可夢 或所有這些 這些 在你那個時候會受到限制嗎 會 真的嗎 就是 不能抓 因為他就覺得說 如果你有玩寶可夢的話 你就會知道說 其實我們這個東西 帶在身上 他這個會幫你自動抓寶 那有一些人是要到補給站 然後寶可夢會瞬間跑出來 然後資深的那個教友 就跟我們講說 不可以玩這個東西 這個是撒旦的誘惑 跳出來這些寶可夢都是 撒旦跟一些不好的惡靈 可是我們就玩得很開心 而且我還會跟我的學生去交換 這個寶可夢的教師 然後那時候我就覺得 就是很莫名其妙 你有去爭論嗎 我記得說你有去講說 不是啊 他就只是一個遊戲啊 有這麼嚴重嗎 表面上不敢 因為覺得就是 什麼叫不敢 資深教友說了算 然後我們就是只能就是 因為我們在教會裡面 必須要很順服 跟服從 所以你就是表面順服 然後私底下玩得開心 對 玩得開心 就是這樣子 對 我還那時候 立馬就把它衝到三十幾等 就覺得 那我要抓瓜特靈 你是一種報復性的抓寶 是吧 對 對 所以本來剛剛講的意思 就是過程當中 一切都是以順從 對 你不可以不乖 你就不要乖乖的 OK 那如果照你這樣講 好 我們夠持平一點講 那一定像哈利波特 也不能看 因為它是 就是因為它有魔法的東西 對 是巫師 就是也是邪靈 然後像有些瑜伽 他後面會摸... 然後他說這個也是 撒旦的一些作祟 瑜伽 他不是會讓你就是躺著休息放鬆 然後老師會放一些音樂 然後會敲那個波 對 他們說這個也不行 魔音穿 對 OK 那好 但我必須講 你公平一點的講 像哈利波特 我印象中 我是天主教徒 我印象中哈利波特 好像那時候天主教 我不知道有沒有搞到教宗那兒 還是你看我講話都不虔誠 還有沒有搞到教宗那兒 就是有沒有是教宗 還是天主教會教廷 有發一個聲明說 哈利波特 那個在講魔法巫師的一些東西 那也呼籲教友們不要看 我每一集都看完了 很好看啊 對 很好看 但是我們不會有那種 不會去想到那些 對 而且你的教義上 你覺得也許這樣 但對我們來說 它就是一部電影 可是我們也沒有什麼 順不順從的問題 我講的是這個意思 可是好 大家都知道 基督教是非常虔誠的 包括不能拜拜 不能摩拜 對 也不能拿香 也不能拿香 對 請問一下 你們家本身是信仰 我們家本身是道教 然後 那到處都是香 對 然後 可是我在我家 那時候還沒有受洗為 基督徒的時候 因為我不會用打火機 我都開瓦斯爐 點香跟點蠟燭 開瓦斯爐點香 因為我不會用打火機 然後之後 受洗的時候想說 太好了 那這樣以後 就不用拿香了 對 所以我... 那你家裡面的人 你媽媽爸爸媽媽 就家裡面的人不會 不會說你怎麼可以這樣子 這是拜祖先 受洗之後才告訴他們 所以他們整個很生氣 然後我那時候超不懂事的 我就說這樣很好啊 反正我本來就不會用打火機 然後我爸媽說 那萬一哪天他們走了 那誰要來幫他們就是 擊敗或幹嘛 我就說 我一樣可以用手 幫你們拜拜 然後我媽就翻白眼就走了 你現在呢 我現在 你現在覺得 我覺得要做大事的人 應該各方面都要面面俱到 行大事者不居小結 對 因為像家人會去廟拜拜 那我也會跟著去 什麼龍三寺啊 行天宮啊 各個廟 因為我覺得建築物很美 然後我會去欣賞 但是 讓我身邊朋友很不解的是 我還會跑到四面佛 去點光明燈 對 因為我覺得就是眾神嘛 眾神佛 好吧 我只能說 這是一個不虔誠的教友 OK 然後我小學的時候 是讀天主教的學校 OK 對 可是 那你既然家裡是道教 你那時候要進 你是受騎以後才跟他們講 對 那你在是誰帶你去受騎 你受到什麼樣的一些感召 你才願意 那時候是因緣際會下來 交了一個男朋友 然後他是非常 來 我們不用討論 因為男朋友就是不用討論 對 然後就進到教會 然後但是我有在教會 先待過一段時間 那也是剛剛那個聖美姐 有討論到聖靈充滿 OK 就自己有那個感受 對 自己覺得 就是很感動 然後有時候聽詩歌 或者是聽見證者的分享 我會覺得 好像戳到我內心的某一塊 然後就會哭這樣子 所以你也會痛哭流涕那種 我會 所以我沒有被叫到小房間去 什麼叫叫到小房間 因為聽說有些人 會被叫到小房間去 為什麼要叫去 因為他都沒有看過 他聖靈充滿過 所以就被叫到小房間去 你沒有痛哭流涕過 對 就是旁邊的人會去觀察說 這個人他有沒有聖靈充滿 然後如果說你 真的是已經來一陣子 你都沒有被充滿過 怎麼可能 就會被叫到小房間去 然後去問你內心深處 他就是會一直挖你就對了 OK 好 那也許是心靈開導 那你在當時男朋友 然後接下來這麼聖靈充滿 後來為什麼離開 因為我覺得有一些 情緒上的拉扯 像我那時候在百貨上班 大家都知道服務業都是排班制 是啊 你不可能 每個禮拜剛好 那天你就是要早班 那天你就是要排修 然後加上 我那時候同事 另外一個也是基督徒 哇 錯了 基督徒可以講這兩個字嗎 對不起 OK 你不乖 好 打嘴巴 好 那就是那時候我們排班的時候 就是他可能要去主日 但是我也想去主日啊 然後那時候就是排班 會有一些摩擦問題 那我們就是輪流 但是有時候大約的時候 我們真的沒辦法排 然後有一次支撐教友 就跟我講說 百貨你到底愛不愛主 我說愛啊 主也愛我我也很愛主啊 然後包含教會的一些服侍 就是敬拜團 然後跟愛宴我都有認領 我就說我真的很愛主 而且我也是很樂意地擺上 然後他就說 但是你最近來教會的時間 非常的少 你這樣子可能不夠愛主 你可能要調整一下 我就說怎麼了嗎 他說你要不要乾脆把工作辭掉 然後專心在教會服侍 我說我想說工作辭掉 那我平常生活的一些 對啊 學養我 對啊 費用啊什麼的 從哪邊來 我當下我有直接這樣跟他講 把我的疑惑留給他 然後他就說 信主心中要有平安 而且主會給你 他用很堅定的眼神看著我 然後我用很疑惑的眼神 一直看著他 對 結果你有辭掉嗎 我當然沒有辭掉啊 主當然不會希望我肚子餓吧 對啊 我肚子餓我沒有辦法去服侍啊 然後說到這個 還可以關到我們家就是 道教不是都會拜拜嗎 對啊 然後都會有一些餐點嗎 我一樣吃啊 但是基督 基督裡面是不能吃的 這些東西是不聖節的 對 但是我們家就我一個基督徒 我總不能跟我媽講說 媽 妳可以順便再幫我 另外準備一份嗎 這樣很不小 妳媽會回妳一個字 滾 出去了 對啊 然後我還是早吃 而且重點是 我吃完了以後 也沒什麼異狀 因為聽說有些基督徒 吃了這樣一個拜拜的東西 或者是雞血 鴨血 豬血糕之類的 他們會頭暈 但我吃完完全不會 很好吃啊 OK 我跟你講這是個人的一些問題 因為像這次延燒的事情 我寧可相信它是因為過程當中 執行上面 或個別的一些的問題 那宗教的前程當然好 我一聽 你本來也是教會的一員 你還參加主日學 對 小時候 媽媽其實也都是道教的 可是你看嘛 就是父母親 他們總是需要有一些 自己的時間 所以假日的時候 有時候就把我們送去教會 參加主日學 其實我覺得是免費托嬰啊 對 真的 真的 我們就在那邊聽這個 耶穌基督的故事啊 喝喝紅茶啊 跟另外其他小朋友聊天啊 打發一天的時間嘛 那媽媽也很開心 在百貨公司打發一天的時間 就這樣子 慢慢的長大以後 我也到台北來工作 我本來是台南人 到台北來工作 那時候也是覺得說 一個人單身在台北 其實也很滿孤單的 就想說 我是不是找一個教會去參加 因為小時候都參加這個主日學 就去參加這個教會 然後後來參加教會以後 那這個教會是滿虔誠的 那滿虔誠的就包括 剛才這個白白講的這些限制 還有一個 你教男女朋友 對象 一定要是同樣的基督徒 沒錯 你不能夠是異教徒 那十誡裡面寫的 你異教徒是不能結婚的 所以你光教有 那對你來說 剛好啊 就是你教了 然後到最後都會用這個理由 然後跟人家分手 連教都不能教啊 不能教喔 對 不能教嘛 也不能教這個對象也是 然後另外一個 就十一奉獻嘛 滿虔你的收入的十一 每個月就是要捐出來 就是十分之一要捐給教會 那在這個教會的過程 我自己遇到的困擾是說 他們有個聖經其實有個言論 就是說兄弟姐妹要天天相見 他們要每天都跟教會的 教徒們相見 不管晚上就去一起讀聖經啊 晚上一起辦活動啊 等等每天 可是我那時候其實我是需要考 律師考試的 那我沒有辦法每天做這樣的事情 那我就跟這個 我們的那個 比較資深的這些教友說 我可能需要一些時間準備 他說 那你考試 神一定會讓你考上的 你就好好準備 但是這些行程活動 一定都要參加 我想說我白天上班 在法院工作 晚上又到教回去 那我到底什麼時間可以讀書 然後六日又是這些主日等等的活動 所以到最後我真的也是覺得 不行不能這樣 所以我還是只好先把我的考試考完了 對 所以也是就經歷了這一段 那我就覺得說 或許來基督教他比較是 應該說相對的對約束力比較強 所以他對教友們的約束是 比較嚴謹的 比較嚴謹的 那當然如果你很信仰這個宗教 也不是一個壞事 只是可能不是每個人都適合而已 可是剛才講到的這一些 其實我剛剛就講 他就只是教義比較嚴謹 可是在有一些人的嚴厲 那某種程度 剛剛你看媒體上 有人用到洗腦這兩個字 就講說 譬如說你連交友的對象 或所有這些 那這些 可是平常講 大人大賤 那個還當大律師了 這個白白 然後在演藝圈 你有什麼 那一般人怎麼可能會被洗不洗腦 而且剛剛講那個聖靈充滿 你不是基督教的朋友 有很多人覺得說 大家這麼痛哭流涕的那些 剛剛白白就告訴你 他真的有那個感觸 但有很多人 可是沒感觸 你把我交到小房間去 我也不知道 我感觸怎麼來 這些是一般人 沒辦法理解的 最重要一個東西叫做 你人還是要有自由意志 如果你全部都聽信了 這些神靈的聲音 你身上充滿了這些神聖意志 但是你缺乏了自由意志 自由意志就像什麼 剛剛瑋婷講了一句話 我白天要工作 晚上要去教會 請問我哪裡有時間 這個東西就叫做自由意志 你到底有沒有能力 在日常生活當中去判斷 什麼才是對你最好的選擇跟安排 如果我都沒有的時候 我就會感覺 那我下一步 我要拓展 那我要再去問一下神 我就會沒有自己的勇氣 沒有自己對自己的理解 然後沒有自己的 什麼專業的判斷跟思維的時候 我就很容易進到那個 所謂洗腦的狀態 我只要聽信她的話 我的人生就覺得好像得到了 全面性的安排 可是這過程當中 那個被什麼帶到小房間 或是有些 然後包括王瑞瑩他們有講說 會有人被要求要不管是哭 或是說你沒辦法哭 你就閉眼睛 是用這樣一些的模式嗎 而且很多人是被離開 對 像我自己是佛教徒 我們看基督教 我覺得也很好 我們尊重各個宗教 但基督教他畢竟比較外顯 外顯的意思是說 他更積極也沒有不好 那我們來看這個教會的教友們 他的日常 他的日常是什麼呢 因為也有這個教友 曾經加入這個教會 那他就形容說 當時他們加入教會的時候 有規定比如說 什麼時間大家要聚會 因為聚會對教友來說 是很重要的 那如果你不來 就會被打勾勾 有一點像上課的那個概念 那你如果一次勾勾能原諒 兩次勾勾恐怕 你就要被請出教會 就是你都沒有辦法 到不同 不相回眸 可是現代人你如果在上班 或像有很多藝人 他有工作的話 他不可能每一次就會一定到 對不對 那這個部分其實會給 這些教友一些壓力 那有教友又跟媒體形容就是說 他覺得某些部分他不太能接受 就是說因為牧師 就是宋一鳴呢 會希望大家要感動 一定要感動 要哭 因為你在網路上已經有看到了 宋一鳴他們在整個過程當中有哭嘛 對 那個非常感動 因為他希望能夠感動其他人 可是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哭啊 就像剛剛白白說 我就 我覺得哭不出來啊 是不是 那那個宋一鳴會說 不哭沒有關係 閉著眼睛 閉著眼睛就好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要拍影片 你不能傻傻的兩眼空洞在那裡 那影片多難看啊 所以這個教友的意思就是說 一定要這樣嗎 那我只是表現出我真誠的感情 我就是沒有辦法流下眼淚 我也沒有辦法像你們這麼激動 但這樣不行嘛 所以教友就對這樣的狀況 他不能理解 然後你一定要跪下禱告 我不知道這是不是規定好 不是站著也行嗎 總之到這個教會裡面 你要跪下禱告 因為跪下更顯虔誠 對啊 可是你旁邊還有一個人也跪在那裡 幫你拍影片 那這個教友就覺得 我需要這樣嗎 我又不是在演戲 就是說我真不真誠 我的感情我都不需要外露吧 這是教友的一個抱怨 然後就覺得這個教會常講 那再來這個教友又透露說 因為我們知道有一個藝人 小勳是這個教會的一個 很虔誠的一個教友 他就聽到小勳跟陳維林的對話 因為陳維林是師母嘛 那陳維林就說 小勳我跟你說 男朋友證人說 如果他不信主的話 你就別嫁給他了 那這個概念有點像 剛剛劉律說的 然後就是我們應該都是去交往 跟結婚對象 應該都是跟我們同樣的信仰 那這個爆料教友就是說 有看過正人說來一次 這個你常看到 男朋友或女朋友是教會 然後都會被帶去 但你帶去一次你受不了 因為跟你的宗教信息不一樣 所以這個教友就說 其實正人說來過一次 就沒辦法 那另外有一個導演 那個普志宇 是因為其他的藝人帶他去 他就形容說 他也是第一次來這邊看看 結果一群人當中有一個阿姨 在禱告的時候跌倒了 這個導演就說 年紀這麼大阿姨跌倒 你的第一個動作是 要幹嘛 送醫院 第一送醫 第二次趕快去扶 對不對 應該去扶 看他阿姨你有沒有怎麼樣 然後快打一一九對不對 他說 他第一次大開眼界 他說整個教會人 沒有過去扶耶 是默默走過去 圍著阿姨一圈 他就先開始禱告 我不應該這樣 這是念佛經 好這樣 好 就開始禱告 那導演就說 難道你們禱告 病痛就能去去嗎 就這個概念 所以導演覺得 是需要這樣嗎 這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你去參加這樣的一個活動 人家都會放影片 然後當然教會都會希望你說 你 雖然你是新來的 你一定要講一下 對這影片 你有什麼感想 導演說 我不講 你不行 你一定要講 我不知道 我們也不能講說 他約束或強制 總之他們就是比較外型 OK 最近引起大家 在這裡面討論很多人 就是所謂的奉獻 拜拜 你在其他的教會裡面 奉獻帶上有寫你的名字嗎 對 真的喔 就是我之後到 另外一個教會的時候 然後我就發現 今天參加的時候 他怎麼先發一個袋子給你 然後後面就有姓名 電話 然後下面的表格 就會有日期金額 對 然後我想說 這要幹嘛 然後發的人就說 這比較環保啊 就是之後 這就是專輸你的 對 然後我就每次來 他都會先發給你 然後到奉獻時間的時候 你只要把錢放在裡面 然後交給 收奉獻的同工就可以了 然後久而久之以後 我上面大概有三條吧 對 就是記錄了 我每一次捐了多少錢 但是那三條都是一個月內喔 對 所以每一次去都會奉獻 對 因為每個禮拜都會要去 會不放嗎 會 你有不放過嗎 我之前有放就是幾百塊 因為那時候手頭 已經真的太緊了 可是又覺得很內疚 放幾百塊然後呢 因為大家都是放那種藍色啊 然後 有小朋友的啊 你放那個 你們還有顏色之分啊 因為你可以看出來 就是有些人會拿到以後 就在那邊開始放啊 然後你就覺得 自己手頭很緊 然後等一下又要坐車回家 然後想到明天的餐費什麼的 你就會覺得 我身上真的謹慎這些 你就跟祖說 祖真的很不好意思 就是我這個月真的手頭太緊 我真的沒有辦法就是放太多 但如果下個月有多 我會多放一點 對 然後之後有一陣子 就是沒有去教會 我就開始接到電話 他說 白白有一陣子沒看到你囉 最近過得好嗎 要常來啦 要常來教會 感受祖的愛 這樣你才愛祖 祖也會愛你 然後白白那個 我看一下你那奉獻 大概很久沒有來奉獻了耶 我覺得前面都還好 但是後面你會覺得 是詐騙集團嗎 就突然有那種感覺 對 但是我還是跟他說 好好好 我會抽空抽時間過去這樣 但其實我覺得 信主這種東西 不一定要到教會 你到 你只要心中有主 你到哪個地方 你都是平安 都是有主在的 OK 因為 對啦 大家從最近的這些事情 聽到剛剛講十一奉獻 對 那是最早從亞伯拉罕開始 好不好 亞伯拉罕把他的那個十分之一收錄 那獻給一個先知 OK 麥基西德 然後後來是 後來是摩西 把他直接擺到那裡頭去 變成好像要照規矩這樣做 我幹嘛 我在 我在傳道嗎 不是 這些過程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壓力 我想我聽 我先衝一下 其實如果有時候大家看電影 或有到過教會 像主日的時候 其實大家什麼唱聖歌 然後禱告完 就會有一個袋子 然後在每個下面教友 這邊流傳 然後大家就會把一些錢 放進去 其實我一開始真的都以為說 原來奉獻就是奉獻那個錢 可能就是幾十塊 零錢幾百塊 頂多就這樣子而已 對 那當你成為一個基督徒 正式的基督徒以後 那個牧師就會來跟你說 那你已經成為正式的基督徒了 那就開始問一下你的收入 你的十一奉獻 一個月是要捐多少錢 那甚至也要做紀錄 每個人都有一個這個記帳本 這個月捐了 下個月捐了 就開始這樣 那每年你可能有調薪 他可能也在問說 這個有沒有更動 真的還假的 真的是這樣子 我必須要說就是 教會也是要生存 活下去也是要收入 所以他也有預算等等的考量 他也要知道 只是有時候或許對於 有一些教友來講 我相信 有一些人 他或許對錢比較在意 有些人對錢比較不在意 可是畢竟這就是一個教會的制度 那當然就會有些人的感受不好 例如說我是來這邊 覺得已經很辛苦了 遇到好多倒霉的事情 結果來受洗成為教友以後 下一個階段是 那個開始要捐錢 他又覺得 原來教會讓我受洗成為教友的目的是 為了要固定成為他們的收入來源嗎 或許有人會有這種不好的想法 對 所以我覺得這種在溝通上面 也必須要讓很多的信眾或教徒們去清除 不然我覺得在這上面 也一定會發生很多的糾紛 因為第一個 大家 有的人不會想到 原來他要捐錢 都可以 而且某一個程度是一定要捐 你只要是教友去固定一定要捐 你也不能捐百分之一 你就一定要十分之一 那第二個錢捐去做什麼用途 你可能也會想知道 但教會不一定會讓你知道 你如果換一個角度想 哪個宗教不是這樣 那個很多的廟宇 那個柱子 那個下面每一個 信眾捐的 對 哪一個名 可是這我就佩服廟宇喔 你看喔 這廟宇有沒有規定要十一奉獻 沒有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廟宇都很有錢 都隨喜啊 而且隨喜可能 沒有奉獻帶好不好 所以我就會覺得說 廟宇是不是它的這個賺錢能力 祝福能力更好 它的這個信眾 主動捐的都還比那個 強迫拿錢出來的多 而且這樣子都放在那邊 對啊 大家都捐啊 可是我必須說套路是一樣的 我舉例你剛剛講 我現在要在這地方蓋個廟 我不能告訴大家說 嘿 我蓋廟 誰理你啊 你一定要講說 我有一天做了夢 對 對 媽祖陀夢 對 指定這塊地 保佑全台灣的民眾 我現在要蓋 然後土還翻不出來 所以現在呢 你們一定要捐 所以大家就開始 一個柱子一個柱子的捐 連光明燈都開始捐 就這樣嘛 很熱情的捐 那在教會呢 因為根據教友的形容 是我們剛剛提到了 一起發光 它是一個促進協會 還不算是一個教會 對 等一下等一下 這件事還是黃國人出來講 然後大家才 因為大家本來前面都說教會 但我們把它話說回來好了 也就是說 宋義明 宋達明 這一對雙胞胎兄弟 之前是在同一個教會 宋達明先當了牧師 OK 當了牧師之後 宋義明有壓力 這一定有壓力的 於是他也組織了 這個其實不是他組織 是八年前其實是黃國人 鳳乃欣他們 他開始去發起 他是發起的元老 OK 那他們就組織了一起發光 一開始 真的到現在為止都不是教會 他是為了什麼 他是為了要辦 愛在四月天演唱會 大家都知道國人老師嘛 這音樂方面的權威 那那個演唱會辦得非常盛大 於是就有比較的壓力 好 那如果你剛剛講說 就是奉獻的這一塊 因為媒體上講 有的教友講說還有分歧 什麼叫分歧 那是因為 宋義明告訴大家說 上帝讓他看到了意象 他必須擴堂 我剛剛也搞不懂 什麼是擴堂 白白說就類似我們蓋廟 那請問 請問現在牧師告訴你說 上帝已經指示了 你要不要捐 要 你是不是有了這個神蹟之後 我感動了 對不對 有聖靈充滿了 對 那就要捐 可是有些人他沒辦法 我不可能像阿邊他們一次 一百萬或小田一一次十萬 那教會就會說 那分歧好了 協助你 你就貸款 貸款的意思 你會協助我貸款嗎 而且各位 貸款的意思不是說 每一次都支付一點點 應該是說 你去貸款一筆錢 比如說十萬 捐了 這跟買房子的 房貨貸款的概念一樣 那接下來你自己再還那個 對啊 對啊 就是因為 因為教會要擴堂 所以必須這樣做 阿邊也有看到 就是那個 兄弟妹有跟他講 他看到神蹟嗎 有啊 這是阿邊他們說出來的 他就說 因為有這樣的一個 一個說法 所以他們身為教友 就覺得那 大家能夠在能力範圍 對阿捐 對阿捐 十一是你的收入比較多的 其他就去貸款 好 可是我們 而且有些小組長 他們都會很積極的 就會跟你講 因為上帝已經給了異象了 你該捐了 白白會常常接到 小組長的電話或關係嗎 會 他就時不時都會打電話 就是很像 很親密的那種男女朋友 當然我們 那時候小組長我是女生 我是女生 但你就會覺得 就是家人 很親密的家人 很親密的家人 他會問你說 你今天過得好嗎 有沒有遇到什麼難處 需要幫你帶到 我可以幫你放在帶到裡面 然後甚至會關心說 你的生活有沒有遇到 什麼事情 然後也會跟你分享 開心的事情 對 就是有點像 收集情資的感覺 我不知道 不是 你太邪惡了 什麼叫收集情資 他是關心 你現在是魔鬼 因為太多電話 真的嗎 他真的是 他不會就是 三四天打 他是兩天打一次 兩天打一次 對 很有壓力 對 就很有壓力 你如果參加的教會 非常積極 非常 真的非常 他可能也有KPI 所以一定要一直去 我也是這麼覺得 可是聖美 持平來講 後來你說那個 一鳴他們發了那個聲明以後 也有其他的 他們在教會的教育 也有跳出來挺他的 我們要強調 我們真的不是要污名化 這樣的一個宗教 因為我覺得他們非常好 那也有很多的 也是這個教會的教友 尤其他們都是藝人 他們就有講說 這是你們不了解 包括羅巧倫 她是八點檔的女藝人 她就講 她就說 她都有奉獻 每個禮拜 然後她覺得她 不是外界講什麼 什麼強迫 我一定要捐多少 我就是發自我內心 我希望這樣做我就做 然後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他說 尤其那個一起發文這件事情 阿Ben也有 也有就是強調說 是你們教會強迫 他說絕對沒有 他說絕對沒有 從頭到尾我們都是自己 發自內心 希望告訴大家 我是自己願意奉獻 我是自己願意去這個教會 而且從頭到尾都沒有人強迫我 來發這個文章 所以也有一些教友們 尤其這當中 還包括一些電視台主播 他們也有講 我每週都奉獻 而且我非常開心 我沒有不開心 我也沒有被強迫這種事 OK 可是這過程當中 我覺得有一件事情 因為藝鳴他們現在 就因為剛剛發的那個文說 葉和華會為你奮戰 所以他們也不講什麼 包括講說 他們現在聚會的那個房子 大概價值兩千多萬 對 有講說是不是奉獻 這件事情說實話 是不是不知道 因為藝鳴他們也沒有出來 講是或不是 但是只是媒體上 有講了這一段 所以這些的過程 但是講到奉獻這兩次 好 微聽 譬如你說不管是阿編奉獻過 那個一百萬 或小田那個十萬或什麼 現在大家鬧成這個樣 如果有人覺得 那個時候的感覺 跟現在不一樣或什麼 我們不要說有沒有 有被騙的感覺 就覺得感覺不一樣 對 能要回來嗎 不行 如果單純你只是覺得說 我以前覺得聖靈充滿 所以我捐了 現在聖靈跑走了 我想把錢拿回來 法律上是沒有辦法 因為你捐錢有各種動機 各種可能 因為有人說 我今天我就是因為想說 是不是我捐一些錢給神 後面我可以得到更多錢回來 這個會種大樂透 結果沒種 是不是這個把捐給神的錢拿回來 法律上不行 因為動機是你自己在心中思考 但你捐獻這件事 捐就捐了 但有一種狀況 特別的狀況就是 例如說我們有說 原本捐了墓地 例如說我現在要擴堂了 我教會想要在旁邊 再蓋一間教會 或甚至我想要再多蓋一個道場了 多蓋一個這個 另外一個教會用的土地了 結果實際上面捐了這錢 沒拿去做這個用途的時候 就我講明了我要做這些 是 所以讓你們大家來捐 對 那結果最後 不是拿來做這件事情 或根本沒有這件事情 那就涉及到詐欺的問題 那詐欺就有法律上刑事責任 也有要把錢討回來的問題 可是在最近這整件事情 延燒出來了 還有因為我剛講 因為這些人都在檯面上 很多觀眾朋友 都非常熟悉的一些人 順美 要有知名度才能夠進來 媒體上面有講說 有人爆料是這個樣子 真的嗎 就是王瑞玲特別提到說 他們這個教會本身要有知名度 所謂知名度就是大部分都是藝人 甚至或是幕後工作人員 也是要有一定的知名度 然後他也提到說 他們特別喜歡三金的藝人 三金大家就是 金馬金鐘金曲 金曲 對 然後有知名度 那為什麼要這樣 就是說 因為教會會有很多的文章要PO上去 像我剛剛講的一些感動的啊 或什麼的 然後每次PO上去 當然都要take 這個國度事業 其實一方面也是為這個教會宣傳 所以對一些教友來說 他們就覺得這樣子蠻奇怪的 可是也有一些這裡面的教友 他們的反應是這樣 第一 他本來就是一個封閉型的教會 所謂的封閉型不是只有他們 你們知道嗎 其實在台北市有另外一個教會 非常有名 他也都只有藝人 我們就不要講是哪一個 他非常有名 非常非常有名 裡面都是大咖 都是天王跟天后級 那為什麼要這樣 這個教友也會有解釋 我們就聽他怎麼講 他就說 我們本來就是封閉型 所以你想想看 這些都是藝人 他在這邊他禱告 他流淚 或分享一些家裡的事 如果他對外 開放給一般的人的話 對這些藝人 他們覺得不方便 這樣聽起來是不是也有道理 所以我們不能完全藝人 他這樣講有道理 他說所以我們本來就沒有接受其他人 這是第一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 的確要審查 所以會被人家講人格審查 是因為即使是藝人 我今天許勝門要入這個教會 我也要透過 比如說白白認識我 就把我帶去 對不對 但是我本身的作品 或我本身有沒有什麼負面的 一些有的沒有的 他們的確會在乎 因為他們會覺得 你如果有什麼外遇被偷拍了 或者是偷錢被偷拍 類似 我隨便舉例 因為有些藝人也的確 會有些負面能量 的確 那對這個教會來說 他們的說法 就覺得這樣不好 我們當然要嚴格審核 所以回到第一題 為什麼小田田他們要他離開 沒有要他老公離開 是因為小田田跟他老公 現在正在官司訴訟中 那我們是覺得難以想像 但教會有教會一個說法 可是我們怎麼看還是覺得 好像跟我們一般的認知不太一樣 當然順便剛剛一開始講的是 因為再怎麼樣 不管你是任何一個團體 都不應該把別人的私事 或是去評價別人的私生活 有沒有什麼問題 這個大概是放諸四海 誰都不應該去評價別人的這個 可是剛剛講那個審查 白白你自己參加的那個 另外那個教會 是也有審查嗎 然後剛講你也是被離開 或是離開以後 還有什麼樣的事情 會讓你有不同的一些感受 不舒服嗎 我當初入那個教會的時候 也是因為圈內人 然後帶我進去 然後進去的時候 你也是會被審查 不是說你馬上聖靈充滿就可以受洗 對他們也是會觀察一段時間 那你離開了以後 你有寄一些小禮物給原來教會的一些朋友 可以退回來嗎 因為其實那時候 我就是會變成說 比較少去教會 然後去的次數沒有那麼多了 那你去的時候他們一開始說 白白你來啦 怎樣怎樣 然後這是第一個 然後你再可能兩個禮拜去 他說你來啦 然後第三次 然後第四次就是 適合不見嗎 對 因為那時候離開一陣子以後 我就結婚嘛 然後我想說 跟前家人的感情之前也是真的都還不錯 你們身為家人 對我們都身為家人 然後我也是以他們的喜好去挑了小禮物送他們 然後我就發現 欸 地址沒錯啊 電話沒錯啊 然後那個門室也沒錯啊 我那時候很開心的去寄 然後之後那個店員就跟我說 欸 白白你的包裹全部都被退回來嗎 麻煩你快點來領好不好 我們這邊快要滿了 全部 我就很難過你知道嗎 就超難過 然後之後就想說 好 算了 我就把那些包裹全部拆一拆 然後自己去校園宣導的時候 發給同學 然後那同學都好開心 我就覺得 哇 這禮物好好喔 這 妳的意思要證明那不是爛禮物 對 很受傷 不是因為她臉色 真的很受傷啊 妳沒有打電話後來 忠有比較熟的 電話也不接啊 然後訊息也不讀囉 但是他們三不五時 他們還是會來看你的社交平台 對 很奇怪 不是 佩妮為什麼 就是那個家 那個家其實是一個很封閉的家 我也遇到很多的學生 他來跟我說 他的家人 不喜歡他現在的男朋友 或他的家人 不喜歡他現在的職業 所以一旦一個家 會讓你覺得 你做了不同的選擇 會有背叛的感覺的時候 其實這個家 就沒有你想像中的健康 好 所以這是一個我們可以判斷 所以妳是判斷 我也沒做錯事啊 我只是比較少去教會而已 就是妳做了 寶可夢啊 對啊 寶可夢 所以可能他們已經認為 妳背離了上帝 OK 可是爸爸可以問說 妳在那個教會 就另外的那個教會 妳的奉獻 最多一次奉獻過多少錢嗎 那時候最多奉獻到 大概五六千塊左右 妳那時候一個月的收入 大概多少錢 一萬多而已 超過十分之一了 我們底薪就是一萬多塊 但是妳真的淡季的時候 真的就是領那個底薪而已 底薪 對 然後就算再好 也可能三萬多塊而已 對 那妳說在很拮据的那個時候 那當然生活就更不好過 妳還是有幾百塊錢 我還是就是幾百塊 也是放進去 那妳知道的 就是妳在另外那個教會 裡面的教友裡面 妳自己有知道說 有一次奉獻最多的人 曾經奉獻過多少嗎 他們我覺得都是萬其跳耶 因為他們附近大概都很厚耶 我都很薄啊 我就覺得 對 可是我就覺得 那已經是我的全部了 對啊 對啊 其實宗教信仰 就是這個樣子 這一次 這一次因為妳說 因為一鳴他們的一擊發光 這樣的一個協會 所延燒出來這麼多的一些 的紛紛擾擾 我還是回到一開始那段話 那不要因此對於包括基督教 有任何其他的一些負面影響 這是對整個世界來講 非常重要的一個宗教 OK 那包括我相信這是過程當中 也許大家在溝通 或是過程當中 有沒有產生什麼樣一些的誤會 但不管怎麼說 當事情已經延燒到這個樣的時候 是不是應該要儘快讓整件事情 讓它正本清源 甚或讓它的這樣的爭議 能夠降下來 要不然的話 我相信對各界來講的話 沒有一個人會因此是一個獲利者 OK 那這件事情未來到底會怎麼發展 我覺得大家各界也都在看 OK 非常謝謝現場所有來賓 非常謝謝觀眾朋友收看 正正有吃 我們下次見 拜拜